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现在想要结婚是一个冲动 我爱这个男人 我爱这个女人 我很想跟他在一起 我离不开他 因为那是一种感受 如果你一直思维下去 结婚是什么 结婚以后 他就跟我在一起 然后他就吃得胖胖的 然后为了要生小孩 然后小孩生了以后 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不想跟他睡觉了 因为他已经变了 了解吗 但是又不行 他又是我儿子的妈 所以我为了我儿子 我只好勉强跟他在一起 所以我在外面就开始找那个性感的 你要一直想 一直想 想到后来 我才不要结婚呢 生儿子要干嘛 还讨债 所以各位 如果你没有想 那你就会觉得 谈恋爱 结婚 买房子 生儿子 这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是苦 了解吗 挖一个地洞 盖一个监狱 自己关在里面 五花大榜 不自由 各位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如果你不去思维之后 你会觉得爱情很好啊 亲情很好啊 家庭很好啊 事业很好啊 因为你会觉得有一个有 有一个实在的东西你抓住了 这个就是有一个我职 产生法职 我职就有一个我 法职就是董事长很好 做美女很好 做企业家很好 做将军很好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一个在战场上 打赢过千万敌人的将军 还不如一个战胜自我的人 你能够征服自我的人 比战产上的将军还伟大 拥有世间黄金珠宝的人 还不如拥有一颗不贪心的快乐 那你要不断的去思维这个道理